哈囉大家好我是沙皮 歡迎來到UGS頻道 那麼今天要來說說 關於這個魔物獵人舉起斬擊斧 他的一些使用心得 還有操作的一些感想 那斬擊斧在過去來說是一把很有特色的武器 並且在魔物獵人世界的時候 得到了一些相對一定的優化 而他的特色就在於說 他可以做變形 在攻擊的時候具有輔魔式 還有所謂的劍魔式的轉換上的攻擊形式 而且還有很帥氣的這種 解放斬 哎呀 所以整體來說呢 斬擊斧只要掌握好變形的節奏 還有攻擊的一個步調的話 其實在狩獵上啊 既可以做到很帥氣的動作以外 與魔物在戰鬥的方面呢 也會比較有效率 簡單來說呢 就是一把非常非常帥氣的武器啊 好啦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內容吧 好的那我們先來說說關於這個斬擊斧在魔物獵人崛起他的一些比較基本攻擊的部分 在目前使用下來啊 整體基本攻擊的方式呢 其實都與世界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於說一些就是細節的部分也有做改動 像是這個橫斬啊 橫斬在接這個劍模式的時候 呃他會比較不一樣 像是如果沒有繼續按下去 他就會停在這邊 你必須要再多按一下 他才會直接變形 像是比如說 我們先按 然後呢 變形的時候 好這個盾點我們必須要再按一下 他才會變形 然後呢 在於這個劍模式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變回腐模式 呃也會有點不同 像是 我們斬連兩下之後 然後變回腐模式的時候 他會揮旋兩下 這樣子 就在於腐模式與劍模式的切換啊 這個部分上 他有做一些比較細節的改動 然後另外就是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這個上撈斬 在以前來說 上撈斬是會把別人撈飛的 但是呢 在這一版本當中 你的上撈斬 是不會把別人撈飛 我覺得這個改動呢 也是蠻不錯的 就是在於戰鬥比較可以 呃放的開去戰鬥這樣子 然後剩下還有就是 攻擊完的橫移啊 這些呢 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整體上來說 斬吉斧就與比較基礎攻擊的動作這部分啊 基本上就是 比較大同小異的一些改動就是 那麼再來就是變形斬的部分 我們來做一些比較追加的介紹 因為呢 有一些玩家呢 或許是因為這一次剛加入魔獵人 所以這邊呢 就稍微再介紹一下這一塊好了 像是前面說的 斬吉斧他就是可以做變形 那他變形的時候 基本上呢 就是你的每一個攻擊之後 都可以按ZR 來做一個變形的派生 像是劍模式 你攻擊一下之後 你可以按ZR變回腐模式 當然你也可以只按ZR 然後呢 就可以一直做變形的動作這樣子 不過通常我們在做攻擊的時候 是會做一個攻擊完之後 再做變形 或者是一個打完連技之後呢 再做一個變形 像是這個很少 然後我們按ZR 會有一個這個迴旋斬 然後再來變形 然後呢 劍攻擊完之後 然後再把他變回腐模式 這樣子 那斬吉斧他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他的所有動作的連貫性 非常非常的強烈 這也是他最棒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邊有一個東西 也要再說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斬吉斧呢 他的左上角 有一個這個斬吉劑量表 這個斬吉劑量表 這個黃色就是他的能量 這個能量值呢 你在使用劍模式的攻擊的時候 他都會做一些消耗 有沒有 像我現在在揮擊的時候 他都會不斷的消耗 甚至呢 我們有一個攻擊叫做解放檔 也就是X加A一起按下去 他這個會一次消耗蠻大的 好 爆炸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像這樣子的時候 他的計量表就是完全沒有 那這邊先按ZR 這個時候他就會幫他做一個填充的動作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再繼續做使用了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解放斬 我們也可以讓他提早做一個爆炸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們在連打X鍵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方向鍵往後拉一下 他就會做一個提早爆炸的動作 來給大家看一次 好像這樣子 然後要爆的時候 往後拉 有沒有 他就會提早爆炸這樣子 然後這個往後拉呢 有幾個地方要注意 就是他往後拉的話是人物的背後 也就是說像 比如說我在這個視角在爆炸的時候 如果要提早爆 我的方向鍵就是往後 那如果我是這個視角 然後這時候我們人物的背後是在我們方向鍵的右邊 所以我們的方向鍵就要往右打 所以這個背後的意思呢 是指人物的背後 而非我們視角的背後 比如說我們這個 這個地方 我們就往後打嘛 對不對 直接往後拉一下 就會爆炸 然後如果是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要往右邊打 來給大家看一次 有沒有 那如果是像這樣子的視角的話 我們就是要往左邊打 好來給大家看一次 所以要提早讓解放斬爆炸的時候 這塊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 當你這個斬擊斧 消耗到一定量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如果要讓他回復的話 就是變回斧模式 在斧模式的情況下 每過一段時間 他就會慢慢的回復 所以整體來說 這就是斬擊斧 他的變形斬 還有這個斬擊計量表之間的一些關係 這邊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 當然也不知道正式版會不會做修改 所以這邊就大概先介紹 正式版出來之後 對於這塊會再另外做更詳細的一些 講解 好的 那麼再來說說 關於這一代的另外一個變動 也就是關於斬擊斧的這個 解放斬 還有零距離解放斬的這部分 嗯 首先我們先說解放斬 解放斬剛剛前面有介紹過 就是在劍模式狀況下 我們如果按X加A 會有一個這樣子爆炸性的這個 攻擊模式有沒有 他在攻擊的時候啊 他在蓄力的那個階段呢 會不斷的釋放能量攻擊魔物 並且在最後製造一個非常大的攻擊 那這邊呢 展示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效果 像是我們做這個攻擊的時候有沒有 好 這邊會不斷蓄氣 會不斷給魔物攻擊 最後爆了一下 最後爆那一下呢 攻擊傷害會是最大的 這個就是解放斬的一個效果 大家也有看到 現在斬吉斧的這個 計量表上面啊 有一個白色的外框 這個呢就是斬吉斧的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東西 就是所謂的覺醒值 而這個外框呢 我們只要都是用這個 只要劍模式的攻擊 或者是用解放斬的時候 都是可以去做累加的 只是這一代他的累加速度啊 並沒有說 像世界來的這麼快 但是呢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他比較快速一點 那如何要讓他比較快速的累積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利用這個斬吉斧的斧強化 嘿沒有錯 這一代的斬吉斧啊 他在於這個斧強化的部分呢 有點不太一樣 這一代的斧強化的功用 就在於說要讓這個斬吉斧的覺醒值啊 累積快速一點 那這個斧強化要怎麼做呢 也就是說我們要先做橫斬三下之後按一下X 然後他會有一個向前的重斬 來給大家看一次 1 2 3 然後按X 好 有沒有 然後此次我們斬吉會發光 而且呢 我們的左上角的UI會有一個上升的箭頭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他打下去的那個外框顏色啊 會變為橘色 而且呢累加的速度呢 都會比較快一點 給大家看一次 好 像我們有這個斧強化的狀況下 好 有沒有 他就會變成這個橘色的 而且啊 要累加這個的話 其實用這個解放斬會比較快一點 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它會增加很多 好 像這樣子呢 就是一個覺醒的狀態 那像這個覺醒的狀態啊 我們在做解放斬的時候呢 他就會變為 零距離解放 像這樣子 我們會騎上魔物 好 有沒有 我們會騎上去 然後並且開始 插進他的身體 開始做攻擊這樣子 非常的兇暗 並且啊 這一代的斬擊斧呢 如果覺醒的時候 我們在輔模式的攻擊下 也會自帶這個 屬性的攻擊 像我們現在覺醒的嘛 那劍魔士的攻擊下呢 他只要攻擊一下 他會再自帶另外一個攻擊 來再給大家看一次喔 有沒有他會有一個攻擊 那在斧魔士的情況下也會有 有沒有也會有 所以基本上呢 這一代他在覺醒的時候啊 不管是斧魔士或者是劍魔士呢 都會再自帶一個斬擊斧的屬性攻擊 我覺得這個改動呢也是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也來講一下 關於斧強化接劍魔士的這個變形斬之後 也有一個比較不錯的派生喔 可以讓你在短時間之內 在變形斬之後的瞬間 累積到比較多的覺醒值 好比如說我們在斧強化模式之後 我們直接按變形斬 這樣子按ZR 然後我們會有這個動作 然後接著按A 這樣子之後呢 他的這個 劍魔士下這個攻擊段數啊 在這個瞬間呢 會有很多的這個動作派生喔 來再給大家看一次喔 首先我們先 攻擊三次 然後呢 補強化完之後 變形 然後按A 有沒有 有超多段位了 有沒有 還蠻不錯的 而且你看喔 這樣子攻擊下來 我們的覺醒值呢 就已經累積一半了 所以他這個動作的派生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的 那麼再說完這關於斬擊斧的一些攻擊之後呢 要來說說關於魔令崛起斬擊斧他的翔蟲招的 那由於目前的試玩版他所提供的相衝招是有兩個 一個是金剛臉斧 另外一個則是閃擊蓄力 像是金剛臉斧你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人物使用出去的時候 我的感覺是有兩段的攻擊方式 先給大家看一下 按下ZL然後再加X 會像這樣子 飛一段然後再飛第二段 就會有兩段的飛行 然後尤其是在第二段飛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個非常大幅度的攻擊變動 像是第一段 我們轉出去的時候 我們現在可以想像我們要砍左邊 我們就像這樣子出去之後 然後往左邊轉 有沒有 他的攻擊角度的幅度在第二下的時候 可以做很大的變化 我個人覺得這個設定是蠻不錯的 另外這個技能他在使用的時候是有霸體的 也就是說不管是龍吼 或者是龍在攻擊你的時候 都可以使用這個來去做應對 然後我們現在炮烏龍 好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會有一個霸體的狀態 只是在使用的時候要注意自己的血量就是了 然後另外一個技能 斬擊蓄力啊 我是覺得在這一次當中 是非常非常便利的一個技能 也就是剛剛我們有說到 如果我們劍模式的攻擊啊 當我們就是 見底的時候不是都要按ZR來去填充嘛 那這次這個技能對於填充部分啊 有非常大的幫助 來給大家看一次 像我們現在 如果我們沒了對不對 我們使用這個斬擊蓄力的話 會出去以外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就馬上填充了 而且呢你還會做位移 可以拿來做迴避啊 或者是拉近距離使用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使用下去的時候 我們的斬擊計量表呢 會顯示這個綠色的狀態 在這個狀態下啊 我們使用任何的劍攻擊 或者是解放斬 他基本上呢 是會有一段時間是不會消耗的 來再給大家看一下 像我現在使用斬擊蓄力之後 我在使用這個劍攻擊的模式之下啊 基本上都不會消耗這個斬擊計量表 所以基本上呢 對於就是金剛連斧 還有斬擊蓄力這兩招來說 呃尤其是斬擊蓄力 在於斬擊斧的這個強化上面啊 我個人是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有幫助 只是就剛剛所說的這個霸體部分啊 各位可能要再去感受一下 因為我是覺得 呃金剛連斧不用說嘛 他就已經自帶霸體沒有錯 但是斬擊蓄力這招 他的霸體時間呢 是有點短的 但是如果可以善加活用的話 也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技能 好的 那麼基本上呢 以上就是這個斬擊斧啊 在魔物獵人崛起當中 他的一個樣貌 雖然他的變化不大 但是呢 在細微的部分呢 有做了一些不錯上的一個修正 讓斬擊斧在這一代的操作上呢 是更得心應手的 所以整體上來說 在於這一座的斬擊斧 他的動作整個連貫性 還有運用 還有暴力性呢 都是比前幾代還要來的更加的強烈啊 我個人是覺得 在於這一代斬擊斧啊 你只要掌握他的攻擊節奏 還有他的操作方式的話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強大的一把武器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大概就先這樣子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啊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也歡迎按個讚 並且把他分享出去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呢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請記得按下小鈴鐺 這樣你才可以收到我們頻道的第一個直播 和影片的更新通知哦 好啦今天就先這樣啦 我是沙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